潮州菜调味主都是尊重食材的本味 食材一定够新鲜 生冷 店里又壮 卖的都挺好 都是提前预订的 但是菜 感谢的比 我是拍香荣 老咸柠檬蒸东兴邦 传统菜有一个咸柠檬蒸鱼演变过来的 东兴邦是潮山地区特有的一个品种 一般都是显两斤以上的 肉质比较紧实 这个鱼类呢 我们处理的时候 首先我们必须把它放血 放得干净 鱼的心脏切一刀 血就可以放得出来 肉质才比较洁白 没有腥味 放得不干净的话 等一下那个蒸出来的鱼片呢 发昂 发黑 也不好看 冲洗干净 必须把这个鱼的粘液刮洗干净 才可以充分地去掉那个鱼的腥味 内脏把它处理掉 最顶尖的那个脊骨呢 旁边有一条血液 划泡了之后清洗刚刚进进的 大一点的话 我们就腹部切一刀 多一点的切出来 等一下摆在盘子的两边 切成镰刀片 0.3厘米 厚薄又均匀 不能太小 太小的捡起来就不好看了 再切一点那个五花肉丝 增加这个动物油脂的香味 鱼肉吸收那些香味之后呢 它味道就更加丰富 当地的这些腌制的双菜 四川那边也有泡的那个双菜 也其实也是一样 主要取它的味道 去腥也解腻的 姜丝它是起到去腥的作用 红酒丝 咸柠檬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土柠檬腌制的 我们这个鱼用的那个咸柠檬 用了十年的老的咸柠檬了 柠檬皮把它切出来 然后切丝 等一下我们就剪在这个鱼片里面 剩下来的那个咸柠檬肉呢 把它捏碎了 我们用来腌这个鱼 更好的入味 加这个鸡油下去腌测呢 这个鱼片更加润滑细腻 同时也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胡椒粉 腌测的时候 只要起到这个综合的作用 鱼头鱼尾呢 它肉这一句比较厚 所以我们要分开腌 用那个鱼肉 把这些丝把它卷起来 芹菜丝把它捆绑在一起 捲起来过后我们下去蒸笼里面蒸 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尽量的大火 越大越好 蒸出来里面那个鱼的那个汤汁 再勾一下茜 淋上去 不需要太丑 看起来更加明亮 一口下去全部都是没有骨头的 也更加入味 更加有层次感 造型也比较美观